哈喽 新的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法师是非常重要的输出位置 如果没有法师的话 中后期对手只要出物理防御 就能很好的限制到我方的输出能力 所以法师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打肉最快的法师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貂蝉 这个法师心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貂蝉的被动在攻击次数达4次后会触发 能对英雄造成不错的伤害 并且还是真实伤害的效果 在打车的范围内 貂蝉十分灵活 被玩家们称为坦克克星 在面对坦克的时候 一打多也是非常轻松 2.安琪拉 安琪拉是低端局最热门的一个法师 上场率非常高 安琪拉的技能伤害加起来是非常高的 只要到4级 安琪拉就具备秒人的能力 甚至坦克英雄在他眼中就像是脆皮一样 而在出了法川之后 打肉速度是非常快的 一套技能下去几乎没人能挡得住 不过安琪拉的技能就有不稳定性 所以想要全部命中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3.周瑜 周瑜是被忽略的中单大魔王 周瑜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而且周瑜是打肉最快的一位法师 周瑜能对英雄造成很高的持续伤害 虽然没有打紧那种秒人的快感 但是周瑜的火贴栽在一起的时候 吊血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算是肉 也会有明显的持续吊血 小伙伴们觉得还有哪些法师打肉也很快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